传说中的长生不老草 明日夜就长这一副模样 它所使用全草 它的鲜瓶跟肝瓶都可以使用 那在药用植物使用里面 就都会用在利尿排毒 还是在保养糖尿病的 还有常见的鱼心草 山芹菜 以及只沿着山壁生长的豹壁中壤 都是很珍贵的药用植物 台语叫莫叭嘎爪 它也是草本植物里面 用在可以降血压上 可以使用的 可以做来保养 这个是暴毙 这是在我们基隆市的特产 也是我们基隆市三坡的特产的药用植物 明日话叫爪坡 它在草本植物里面所使用的 就是有针对我们脑血管在保养的 就是这个爪坡 你看它这个会长出这个红色的果实 鱼心草它是那个三百草科 然后它最主要是用在我们在保养背部 因为它走的是肺筋 所以它可以煎蛋来吃 就煎蛋来吃 因为现在是春季 那春季就是有蛮多呼吸气管 有问题就是着重在春天 会比较在气管方面的毛病 所以可以用这个鱼心草来保养 就可以来煎蛋吃 煮水喝都可以 它全棵全棗都可以 那如果要煎蛋的话 就一棵叶子 它这个叶子新鲜 揉一揉就会有很重的鱼心的味道 可是你煎过或者是煮茶 煮过的话就都没有味道 这个是七叶兰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 那个煮的饭就是用七叶兰的叶子放下去 煮这因为它有那个芋头香很香的味道 那么它本身在草本植物里面 就是用来也可以作为那个血糖保养 糖尿病保养的 降低血糖 降低血糖的作用 对它可以喝煮来喝 那也可以拔两叶 拔两叶放在饭里面煮 非常香非常好吃 跟着中华民间疗法学会进入这间农场 理事长王雅竟指出 农场主人都是以手工栽除杂草 因此保留了许多珍贵的药草 这一次特别带领学员到农场来认识天然药草 以及学习检疫的药草入菜 从饮食方面随时随地的保护身体 农场主人花了11年的时间打造这间农场 有庭院造景 有机菜园 还有当季的新鲜蔬菜 我这边有水果 后面是水果 有神秘果 也有火龙果 也有树莓 枪梅 芭蜜 都有 也有芭蜜 现在起来的就是很顺 如果顺口清清 然后出头就有看了 就要去熬了 如果没出来太过了 我和我们的现实 因为我们去这个农场 我们已经生了用了十几年了 因为我就是希望大家好朋友来 刚才今天 大家都说 大家好朋友来说 你如果多少做 我说好 不然多少来做一个 交一些朋友 做一个场地 煮这样 去逢旧人 今天老师来这 王老师来这 做一个养生之旅 中药草药 养生之旅 认识一些草药 我们这里也很多草药 你们认识 农场这一次 租借给中华民间疗法学会 举办上山采药 养生之旅的活动 就是将农场内的野生药草入菜 老师指出兼顾口感 药草的部分一定要处理得当 才会引人入市 喜欢吃 才是吃尽健康的关键 常年菜炒杏鲍菇 那么这个也都可以 属于比较降血糖的药膳 那这个也是有多汤体 很有多汤体在 杏鲍菇 那么荷手荷跟手地呢 就是说比较保养我们的肾脏 还有脾胃 还有妇女的子宫 所以今天就特别准备 这个荷手荷药膳火锅 来给大家享用 这一道就是 那个绿花椰菜炒咖喱 那绿花椰菜呢 它本身就是跟咖喱也有姜黄 那绿花椰菜它本身还是可以降血糖 所以这是都可以抗癌的 这一道叫蝦皮鱼菜的海藻 它炒芹菜 它这个里面那个胶原蛋白非常高 所以它最主要是可以让我们吃了之后 皮肤可以养颜美容 皮肤会好 白花椰菜它本身它含有很高的抗氧化 所以它那也可以延缓我们的血糖上升 所以它就炒香菇 这样很简单的炒法就可以 在家里面就可以吃得很健康 美食配美景 在这小而美的农场中 真的让人很舒服 李盛长除了带领会员 摘炒药之外也提醒大家 三月春是很多救急复发的时刻 要好好重视心肺系统的保健 吃一样健康的食物 有空到户外走走 呼吸新鲜空气 让身体充满能量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